当播足球快逊2021年12月2日 曼联对亚仙奴 卡力克未能延续神奇定律 由于上轮英超打和车路事 所以曼联的伸碎神奇定律 由费格逊卸任后 曼联伸碎带队首轮英超 都赢倒球 也终结在卡力克手上 他现在执教曼联的英超第二战 只能自球多幅 小球风盛行 曼联自2018年12月至今 连续6次英超对阵亚仙奴一胜难球 而双方近5次交锋 除了一场互交白卷外 其余4场都是一球起两球子 曼联在这段此期间 更加总共只攻入可连的一个球 艾美史密夫露为入球枪手必胜 亚仙奴今季英超入球能力并不突出 长军只有1.15个球的进象 不过艾美史密夫露为近五轮英超 有三场破门 结果枪手三战全胜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赞我们的专页